糖尿病是一种体内血糖值脉性增高的代谢疾病 患病原因与体内的胰岛素分泌不足 以及自身对胰岛素发生利用障碍有关 一旦患有糖尿病 大多数患者会采取进食胰岛素的方法 达到稳定血糖的作用 另外还会调整好自己的饮食 所有高糖食物 禁止摄入 除了高糖食物之外 还有一些食物虽然口感不甜 但是却会导致血糖值快速飘升 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这几类食物一定要忌口 第一种食物是各种粥类 粥类在烹饪过程当中会经过反复的凹煮 食物中所含有的淀粉糊化程度非常高 这样的食物进入糖尿病患者体内之后 所含有的营养成分会很快被吸收 但此时患者体内的胰岛素并没有同时大量的分泌 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患者出现在喝完粥之后血糖值快速升高的现象 如果汤尿病患者出现胃口不好的现象 特别想喝一些粥的话呢 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杂粮粥 比如使用颧骨类或者是豆类搭配熬粥喝 这样的粥当中含有很多膳食纤维 淀粉类比较少 少量适用并不会对血糖值有较大的影响 第二个事物是糯米食品 很多汤尿病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吃一些糯米类食品 比如说粽子 汤圆 驴打滚 或者是一些其他使用糯米或糯米粉所制作的面食等等 对于汤尿病患者来说 一定不要适用任何糯米食品 糯米当中含有很多的淀粉 升糖的速度比大米要快很多倍 如果汤尿病患者适用了这样的食品 就会导致血糖值持续升高 第三种食物是高淀粉食物 汤尿病患者可以少量适当的适用一些焊淀粉的食物 比如土豆 莲藕 南瓜 以及红薯 三药等等 但是前提是 必须在血糖是非常稳定的情况下 少量食用 如果血糖值不稳定 而且一次性大量的适用 或者是长时间适用这些高淀粉食物的话呢 会直接导致汤尿病患者出现进食后 血糖值快速飘升的情况 这些淀粉进入人体当中之后 就会被快速的煤化为葡萄糖 就会导致患者的血糖值快速升高 第四类食物是高脂肪食物 有很多汤尿病患者认为啊 富汗脂肪类食物没有任何的糖分 不会使血糖值上升 这是错误的 如果糖尿病患者大量的食用高油脂 高脂肪食物 不但容易患上一些心血管并发症 而且过多的油脂 进入体内之后 会适得体内的脂肪 大白质等代谢发生紊乱 就很容易是血糖升高 总而言之 一旦患有糖尿病 在日常饮食当中 除了高糖食物禁止摄入之外呢 以上四类食物一定要谨慎食用 如果血糖值不稳定或者伴有其他明显的频发症的时候 这四类食物要尽量的忌口 除此此外 也不要食用高盐分食物 并且要注意避免暴饮暴食 一日三餐六七分饱就可以了 两餐之间如果感到饥饿 可以适当少量食用一些蔬菜 或者是一点粗粮 既能够增加饱腹感 还不会导致血糖值的升高 再来说